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经的谣相有阴谣阳谣之分 那同样的道理 一经的卦相也有阴谣阳谣之分 那这个一经的阴谣阳谣它很容易区分 如果画两段的阴谣 如果画一段的阴谣 阳谣阴谣怎么分呢 这就有一点点学问 我们知道这个阴的画数 用画的笔画 因为它是两个段 所以它的笔画是2 那阳谣它是一笔画 所以它的笔画是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 来看阳卦还是阴卦 阳卦还是阴卦 我们先用简单的八卦来看 八卦简单来讲 就是前队离正训坎更困 前呢它是阳谣 三个阳谣 如果我们算在笔画 它就三卦 所以三是阳 所以呢前卦就是所谓的阳卦 然后对卦 对卦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根阳 阳谣 一根阴谣 所以它笔画加起来呢 4 阳谣是1嘛 所以两根阳谣是2 那一根阴谣是2 所以2加4 所以它笔画是4 所以对这个卦呢 就这个阴卦阳卦来讲 对这个卦呢 它代表的是阴卦 那我们看离卦 离卦它的画数也是5 离卦的画数是4 因为它有两根阳谣嘛 中间是阴谣 所以呢1加1加2 所以它的画数是4 所以离卦呢 它也是属于阴卦 那正卦呢 正卦它的卦数 我们看它是2根阴谣 所以4加上1根阳谣 所以5 所以它的画的数目是5 所以正卦呢 它是属于阳卦 那我们看坑卦 坑卦呢6段 坑卦 所以6呢是属于坑 那所以呢是偶数 所以我们看坑卦它是属于阴卦 而这个更卦 前队一阵 我们看逊坑更卦 我们先看逊卦 在这个图上的最左边 在这个逊卦 逊卦呢它是1加1加2 所以它是4 所以逊卦呢它是阴卦 然后这个坑卦呢它是2加1加2 所以坑卦是什么 是阳卦 坑卦虽然是水 但是虽然代表水 人家的水应该是女生吧 但是就它的画数来讲 它是2加2加1 所以呢它是 这个坑卦呢它是属于阳卦 那更卦呢更卦 它也是1加2加2 所以答案总数是5 所以更卦呢它也是阳卦 所以我们根据乾坤生六指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 呃前卦生出队离症 因为疫情是流下往上升了嘛 所以它的第一阳如果是阳阳 就全部是这个前卦所生 所以呢前队离症都是呢前卦所生 但是前卦所生呢 呃它的队跟离呢都是女生 正呢是男生 所以正呢它叫长男 而这个队呢它叫少女 而这个离呢它叫中女 我们看坑卦 坑卦呢也是一样 下面是坑卦 如果最下一窑 它是阴卦 全部是坑卦所生 所以坑卦所生 我们看坎卦 坎卦呢 它代表中男 因为中间那一个是男生 所以中男 而这个更卦呢代表少男 而这个逊卦呢代表长女 代表长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呃这样一个情形呢 我们常常讲说 爸爸比较偏爱少女 老三女 我们看一下队哦 队就是少女 三女 三女比爸爸非常近 所以爸爸比较偏爱最小的女儿 很有趣哦 那我们看妈妈 呃 妈妈呢 比较偏爱什么 最小的儿子 为什么更就是少男 三男 所以妈妈比较偏爱少男 最小的儿子 而爸爸呢 比较偏爱最小的女儿 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 你家里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啊 我就说从这卦象来看 哦 前队离正 从离钱挂最近的是对挂 所以爸爸 以家庭来讲 如果你的家里刚好三男三 你就发现 爸爸非常喜欢啊 最小的女儿 像我家家里一样 我爸最喜欢的女儿 是哦 然后呢 我们看长男 哦长男 长男呢 就是正 正离爸爸很远 所以爸爸跟长男都处不好 但是正离坑挂很近 所以长男的跟妈妈处得比较好 长女 长女与爸爸很近 所以长女的跟爸爸 通常感情比较好 但长女的跟妈妈的感情 通常没有那么好 我们从八卦排列的方式里 幻想起来 我们家庭状况 很多都觉得好像还蛮准的 很多人跟我说 很多人都跟中逼讲 中逼你这样讲真的好像 我说就这个挂的排列方式 他就这个意思 他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离前挂最近 一个是长男 一个是少女 所以中间那个女儿 比较没被疼到 所以假设我们听中逼五十三的朋友 假设你最好是老二 老二的第二女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看这个二女 离挂 离挂离爸爸 中间隔了一个三女 隔了一个妹妹 然后呢 跟妈妈 又中间隔了一个哥哥 所以呢 中女就是离爸爸 比较远 离妈妈比较远 然后中男 中男是坎挂 坎挂有这种情形 但是中男跟中女有个好处 他等距外交 所以爸爸妈妈 虽然没有偏爱他 但也没有亏待他 因为从这个瓜相来看的话 爸爸最讨厌哥哥 但是却没有那么讨厌 第二个女儿 然后妈妈呢 很讨厌 妈妈跟姐姐 离很远 但是离第二个女儿 却没那么远 所以中女呢 虽然是 跟父母来讲 都不是最亲的 但是他是等距外交 等距外交 所以中女常常呢 变成父母的靠山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前队离正迅感更坤 因挂严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因挂严挂 这种排列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讲 从乾坤生六子 现在这个图是乾坤生六子的图 乾坤生六子的图 前队离正迅感更坤 这个排列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后天八卦的排列方法 所以后天八卦 我们现在看一个圆圈嘛 是不是 是一个八卦 八卦形的圆圈状的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圆圈 把它捕开来看 它的排列方式就是 就是中逼下面这个图 前队离正迅感更坤 所以呢 如果在家里面 不管是你是老几 你也许觉得说 妈妈比较疼爱谁 爸爸比较疼爱谁 但其实从这个过程来看 整体来看 其实差不多 但是没有错 看起来是 爸爸比较偏爱少女 最小的女儿 妈妈比较偏爱最小的儿子 但是爸爸又非常疼姐姐 然后妈妈又非常疼哥哥 然后作为老二的 不管你是二哥还是二妹 你是等去外交 爸爸妈妈没有那么疼你 但是也没有那么讨厌你 所以恭喜你 所以现在我们讲阴卦跟阳卦 前卦呢 它是纯阳卦 没有问题 因为三个都阳 那坤卦是纯阴卦也没有问题 训卦呢 它是一阴两阳 一个阴阳 两个阳阳 这个训阴阳最下面 在下面第一个位置 所以根据作义以卦为尊的这个原则 以卦为尊的原则 所以它代表是阴卦 以卦呢 它是一个阴 两个阳 一阴两阳 所以呢 一个阴阳两个阳阳 所以阴阳在第二个位置 所以按照义经这个 这个 尊寡的原则 它就是一个阴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阴阳逻辑里面 我们如果认真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另外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 以寡为尊 越少越尊贵 越少越尊贵 意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越少越尊贵 跟这个西洋的逻辑呢 以众为多 不一样 意经是以少为尊 以少为尊 这是贵寡原则 会完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第一个 我们可以从八卦的这种范围 思考一下 哪一个卦是属于阴卦 哪一个卦是属于阳卦 简单来讲 五术卦就是阳卦 五术卦就是阳卦 五术卦就是阴卦 七术卦就是阳卦 以画术来讲 以画术卦来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点点像 这个有点点 第一个我们可以清楚思考逻辑 意经的细词提出另一个逻辑 一个是数学的逻辑 一个有点像管理学的逻辑 我们先来看意经细词的说法 意经细词的说法 他说阳卦多阴 阴卦多阳 其固何也 阳卦其阴卦其得行何也 阳一君而二名君子之道也 阴二君而一名小人之道也 所以这个意经细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阳卦多阴 阴卦多阳 确实我们注意看 阳卦多阴 阴卦多阳 然后他自问自己问说 何也 为什么会这样呢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他说其固何也 阳卦其阴卦偶 其得行何也 其得行何也 怎么说呢 阳代表君 阴代表明 阳一君而明 阳一君而明 阳一君 而明二明 这代表是好的 君子之道 一个国王下面养了一大堆百姓 君子之道 如果是说小人之道 阴二君而阳一君 一个君主在上 但是呢 做老大一大堆 但是只有老百姓 也就是在 有时候我们在组织里面 展观一大堆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鸡头压头一大堆 但小猫卦只有两三只 然后小猫两三只呢 就被操得半死 为什么 大家都要投马 所以这个组织系统一定不好 为什么会指挥系统混乱 多投马车 所以必然指挥系统混乱 所以从管理学上来讲的话 一君二明会比二君一明要好很多 所以以寡为尊 其实是管理学的问题 不是数学问题 不是数学问题 所以一间细词提出了一个管理学的一个逻辑 管理学的一个逻辑 所以一间细词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阳瑶呢 不是应该阳瑶多吗 阳卦不是应该阳瑶多吗 阴卦不是应该阴瑶多吗 那为什么义经会说 这个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呢 理论上来讲 阳卦已经阳瑶比较多才叫阳卦 阴卦呢 一定是阴瑶比较多才阴卦 可是义经却不是这样 义经却不是这样 义经呢 他是以这个尊寡原则嘛 中国人 所以他说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二军一名 一定管理不好 一军二名 一定管理很好 所以简单的讲 以少为尊 以少为尊 孔子呢 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数学解 他说阳卦齐,阴卦偶 阳是齐数,阴是偶数 阳是齐数,阴是偶数 所以二阴一阳 就是两个偶数,一个阴 所以他答案当然阴数 所以二阴一阳 所以二阴一阳 二阳一阳 他就是阳阳 二阳一阴 就是阴卦 所以孔子的解释是数学解 一经细史的解释呢 是管理解 所以一经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有一点数学的意思 也有一点管理学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经细史里面讲 他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 他问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所以他有点自问自答 那自问自答 所以他说了,阳一军,二民 君子知道,二军而一民,小人知道 所以他把他简单来讲 他把他正常的叫君子知道 不正常的叫小人知道 一军二民是正确的选择 以前有一句话叫 大官多则国乱 小官多则国智 这个全国大家值等都很高 每个都十二值等 这个也十二值等 那个也十三值等 每一个最低的值等也是十值等 官一大堆 但是没人做事 所以大官多则国乱 小官多则国智 小官多了,做事人多嘛 上面一句命令像,一大堆人在做事 所以当然是一定做得很好 大官多则国乱 每个人都是花好失利,没有人做 那这个国家呢 那这个国家呢,铁铁完蛋嘛 铁铁完蛋嘛 所以从易经里头,我们也可以理解 这样的一个逻辑 比较像管理学的逻辑 所以易经数学,易经里面 因为它有管理学的问题 也有数学的问题 阳挂代表,阳瑶代表君子 阴瑶代表小人 如果一个君主配两个小人 这是好的 两个小人配一个君子 那就不好了 所以呢,一君配二名 这叫做君子之道 就管理学来讲,这是管理的正道 管理的正道 而二英,两个君主 两君一名 花好失令很多 做事的只有一个人 做事只有一个人 那怎么办呢 公婆太多了 媳妇难做事嘛 公婆很多 媳妇难做事 只有一个媳妇 公婆一大堆 公婆只有一个 媳妇很多 做事就很轻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管理学的原理 所以易经某些部分 某些部分它是数学的 某些部分它是管理学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古人 是阳尊因卑 因为笛藏子之度 所以男性它认为是好 是尊贵 女性它认为是卑 比较地位没那么高 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 也许不一定男尊女卑 如果是女卑 男尊也是可以的 你就会发现 现在我们对于阴谣阳谣 我们不要那么固定说 阳谣一定是女生 阴谣一定是男生 我不认为这样是比较好的解读 我是比较愿意去从个性上来讲 如果个性上非常坚决 即使是女生也有男生的个性 个性非常温柔 即使是男生也可能是阴谣 所以阴谣跟阳阳的判断 传统观念告诉我们 男生是阴 女生是阴 但是中批在放假解释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解 柔弱的就是阴 刚强的就是阴 男子生而柔弱 当然是阴 女子生而刚强 当然是阴 当然各自解读 各自解读 就是说我们看了 随着时代的变化 我们必须要对阴经里头要有精进 要精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君子之道跟小人之道 有时候在阴经当中有很多君子小人 但是阴经当中他只是讲地位 有人讲说阴经当中 君子就讲男生 小人就讲女生 我说非也非也 他是代表 他是没有位见之分 他有高下之辈 他的地位有高有低 人格却无高无低 人格是平等的 地位有高有低 两个男生在一起 三个男生在一起 四个女生 地位一定有高有低 不可能都一样 一间讲最好的是群伦五所 大家都 大家通通都是头 而且大家配合得很好 这一间讲群伦五所 群伦五所是一间最好的状态 每个人做事都能够心念感定 大家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发挥到极致 这个社会这个活跃最好 但是那是意经理想的状况 真正来讲 真正做到群伦五所又非常好 在现实世界里面 大概只能想象 只能想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细词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看细词的说法 比较有点像管理学 那意经的本文的说法 比较有点像数学 所以我们在人类社会当中也是一样 一军二民比较正确 二军一民比较错误 社会不会好 一定打来打去 上面一大堆一定会打架 打来打去 我们看五福十六国 我们看南北朝 都是什么 官一大堆 皇帝一大堆才打来打去 如果皇帝没有那么多 就不会打来打去 所以孙中山说 让四万万五千万人 都自己做皇帝 天下都太冷 因为大家都想当皇帝 但是孙中山的理想 有没有办法让四万万五千万人 通通当皇帝 在现实当中 很困难 很困难 虽然他那个理想 他对了民国 什么民国 让四万万五千万人 都做皇帝 国家就太平了 但是事实上很难做到 因为要让四万五千万人 做皇帝 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什么 大家的道德都一样高尚 大家的智慧都一样高贵 这样有可能做到 但是人呢 上帝创造人 有闲驴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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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做到 所有人都 四万万五千万人 都做皇帝 就好像去弄无所 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中 是确实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易经》当中 《易经》当中 《易经》当中 《易九》为阳窑 《易六》作为阴窑 其实在春秋时代 并没有 《九》跟《六》 《九》 《六》的这种说法 我自己看这个资料 我自己认为 应该两汉以后才有 才有这种分法 这种分法 所以我们这个只有《六九》来命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初遥》 《二遥》 《三遥》 《四遥》 《五遥》 《上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初六》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六》 这是前卦跟音卦 那六四卦里面也是一样 有阳有阴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是八卦 就按照刚刚的原则 如果六四卦 应该怎么分呢? 因为六四卦当中 只有两只卦 是纯粹的音卦 一个是前卦 因为六遥都是阳遥 所以前卦 一定是阳卦 然后这个坑卦 它全部是音遥 所以坑卦一定是音卦 但是其他六四二卦 是不是依据尊少原则呢? 中逼把这个六四卦 其他六四卦 都做了一个比较 发现不一定 看卦词 就知道它不一定 有时候明明音遥比较多 可是它卦词 确实属于偏向阳遥 有时候阳遥比较多 阴遥比较多 它的卦词难偏 就说它并不是以卦为尊 例如说六只遥里面 它有两个阴遥 四个阳遥 感觉上这个应该是阴卦 但是在六四卦上不一定 那如果三个阳遥、三个阴遥 那不是不难不灵吗? 那如果是我们以这个二四六 六加三九 所以三难三 三个阳遥、三个阴遥 感觉上好像是应该阳卦 但也不进来 你看太卦跟匹卦就知道 太卦是三阳三阴 匹卦也是三阳三阴 但是太卦 一般人认为它是阳卦 匹卦一般人认为它是阴卦 所以朱熹有个牌法 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 因为在看朱熹 朱熹它有一个卦的牌法 也就是它把这个卦 所谓的太极生两鱼 两鱼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我们通常只认到这里 但是朱熹再往上排 八卦生十六卦 十六卦生三十二卦 三十二卦生四八卦 四十八卦生六四卦 所以它往上排 中间那一段是朱熹排的 然后你注意看这个牌卦 你就会发现一个特色 六四卦当中按照朱熹的逻辑 要看最上窑 如果最上窑是阳窑 那就是阳卦 最上窑是阴窑 就是阴卦 不问它究竟是阳窑比较多 还是阴窑比较多 我自己的解误是这样子 我自己受限很多一些朋友 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阴窑跟阳窑 按照数字只有八卦才适用 六四卦我认为不适用 这个一经当中的贵寡原则 在八卦里面适用 但是在六四卦不尽然全适用 有的可以用 有的没办法用 它不是普遍性的概念 但是呢 这个朱熹呢 要它推演 从太极推演到六四卦 通常我们推演的是 推演到八卦 八卦往上推演 其实我们一般的病没有推演 它是把两个卦叠在一起而已 但是朱熹呢 往上跌 太极生两鱼 两鱼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 八卦再上去第四窑 它就有十六个嘛 再上去 十六加十六三十二 再上去三十二加三十二 就是六四 所以它中间那几段里头 它有一些解释 我就不细讲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找一本朱熹的医学奇谱来看一看 但是它六四卦里当中 重卦分年年 我自己觉得比较简单的逻辑 表象 因为人体的部分 人生有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任的似乎都是如此 都一体有两面 一件事绝对不会只有一面 只有一面的似乎是不存在的 所以阴阳一定有病例 所以六四卦当中 除了阴卦、阳卦之外 除了乾坤阳卦、全阴全阳之外 其他的有阴有阳 但是如果知道它是阴卦还是阳阳 看看上阳 上阳是阳阳 那就是阳卦 上阳是阴阳 那就是阴卦 这个最简单 你看就知道 完全不用背诵 不相信各位可以看一看 看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阴卦跟阳卦 它提出一个根据易经的细词 还有根据易经的本文 根据工具的说法 它有两种的角度 一个是数学的角度 逢奇术为阳 逢偶术为阳 逢偶术为阴 一个是管理学的角度 以少为尊 以寡为尊 贵寡原则 这两个原则呢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放在八卦是可以 放在六四卦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中逼呢 觉得朱西的分法可能是比较适合 就看最上窑 那个是阴窑还是阳窑 如果是阳窑 那就是阳卦 阴窑还是阴卦 他的内里当然有阴有阳 但是他的表象 就是最外面 因为上面那个卦叫外卦 我们看他是外卦 我们看不到内卦 知人知面不知心 心就是内卦 知人知面就是外卦 所以其实从外观上来看 判断这个阴窑阳窑 是简单 而且容易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的阴卦阳卦 就跟各位好朋友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解说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说 欢迎帮我们分享 帮我们点赞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